今天我们主要通过基因 基因听说过没有 这是DNA 生物的DNA 它就是生成细胞的密码 在华夏文化中我们还发现了人的文化的DNA 这个图很久 这不是今天人做的图 这个是唐朝 现代人发掘古墓的时候 在唐朝的一个古墓上的蒙的一个锦背 它的塔片 就是用来蒙那个棺材 唐朝大概离我们现在的话是上千年的时间 所以正一千多年前 中国人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出土了以后 我们中国有一些学者就搞笑 搞笑 他就说这个发现 因为他这个叫伏羲跟女娃 中国人的十足 就叫伏羲士 大概一万年到八千年这么一个历史的人物 中国人血统的人的话 基本上都是他的后颜 所以他叫人类十足 那么他用这个图来描述 伏羲跟女娃怎么造人的 就是我们这些人是按照什么规则 伏羲跟女娃把他造出来的 但是这个图一出土以后 有些学者就说 哇 原来我们人是蛇变的 为什么他说是你看这个 在伏羲女娃大概一万年的时候 我们人还是蛇的尾巴 你看上面是人参 下面是蛇的尾巴 埃及有这个师身的面相 中国就有这个人参蛇尾 搞笑的 今天把这两个图顶在一起 你就看得有点意思了 实际上这个就是西方科学家发现的DNA的结构 那这个你看他的尾巴 你看他的尾巴有点意思 你看他两边是这样的 然后中间是白的 看见没有 就是白点点组成的 那么他并且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然后呢 这两个尾巴是香蕉 香蕉的话你看是不是这样的 像这样的香蕉 也是一个香蕉 所以是那么这两个尾巴为什么 这个两边是黑的 中间是白的 所以待会儿就是告诉你 这两边就是黑的 然后中间是白的 为什么它是白的呢 那么一个阴电子跟一个阳电子 然后他俩接触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就是中间会生成电火花 就是生成电光 就是电火花原理 就是阴阳电阳的放电 放电然后集出火花 然后用它来点火 内炎机燃烧 它是一个科学原理 那么今天的这个科学家呢 西方的科学家发现呢 在碱基的两边呢 碱基的两边它是有四个东西连接的 碱基对 当然这是生物学上的用语了 它叫碱基 碱基 那么它的名字叫ATCG ATCG 这是A 这边一定是G 这边是C的话 这边一定是T 这个是T的话 这边一定是C 这个是G 这一定是A 它这个叫碱基配对原理 A跟C它是不般配的 C跟G也是不般配的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原理呢 科学家说不懂 就是你记住 这是叫碱基配对原理 现在生物基因学 已经广泛的应用了 它是一个应用科学 已经不是仅仅能研究领域的 那么比方说咱吃的KFC KFC的话它很多的那个鸡 大概也是我跟那个养鸡的专家了解的 不用一个月就长成那么大的鸡了 但是我们以前老百姓养的那个鸡要一年才能吃 对吧 那它现在不用一个月就长那么大 所以它是现在的生物学家 把猪身上的那个增肥基因带给剪下来 再把鸡身上的那个基因带跟它配对 配对 配对以后它把它一配对以后 这个鸡身上就带有了增肥基因 它就快速的基因 这种叫转基因 也叫基因嫁接 就是把这个动物之间的同类性的 相互的就可以嫁接在一起 然后呢就改变了这个鸡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生命状态 就可以快速的长大 快速的长大 那么所以说它已经是很科学的东西了 我怎么进行基因改造 对吧 我是不是也要从猪身上弄下一个基因 然后歇道 那不行 因为动物之间的基因它有相似性 我们人跟动物的基因有排斥性 有排斥性 不是完全一样的 今天的人把自己称为动物 为什么呢 就是并且堂而皇之地承认自己是动物 我说那你是不是人 他说我是人 那你是不是动物 他说我是动物 我说你既是人又是动物 所以说我们是大尔文告诉我们 人是猴子转变来的 所以说我们人是高级动物 但是这个观念在世界流行的时间并不很长 就是大概从大尔文的进化论 但是也就几百年的历史 那之前的人不承认自己是动物的 人是灵性生命 是高贵的灵性生命 不是动物的 所以说我们人的基因跟动物基因不一样 人的族群的基因是单独的基因 人跟动物的基因不能进行价截 如果进行价截就出现问题 不足 咱们都能救出 你们先查看